6月24號在經濟部舉行了一場表揚大會 表揚經濟部即所屬機關在各項業務推展上 有卓越貢獻的同仁 今年度共計選出27位模範公務人員及8位優秀人員 台電公司今年度也表現優異 共有11位同仁獲得表揚 我知道在經濟部要獲得這個獎是相當困難 我們的組織比較龐大 我們競爭的人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能夠獲獎 我相信假如說以整個公務體系來看的話 各位的優秀程度應該要比其他單位更為優秀 每位獲得表揚的同仁都各自有其具體模範事蹟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鳳山區處及高雄區處 各有一位外線高級技術員 因為去年發生高雄氣爆之後 身先士族不免不休協助搶修 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附電工作 而獲得了年度優秀人員的殊榮 真的很榮幸這次能夠得到長官的認同 參加這個經濟部的優秀人員的榮譽 這個是個人都不敢鞠躬 看到這麼多公司這麼多人這麼努力 我覺得這個獎不是唯一梗的 是很多人共同貢獻出來的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譽 在每位當選者的身上 我們不僅看見了專業能力的展現 他們以無限的工作熱誠導入創新思維 協助推動組織經營變革 完成交辦任務 更是全體同仁的表率 值得我們向這些默默付出的同仁 至上由衷的感謝之意 李俊傑 陳婷玉 台北報導